四年之後的國民黨的總統候選 應該87%就是盧秀燕 但是 好 觀眾朋友 但是 是不是大家講萬安 還要先打個用號 因為國民黨已經連續三次 提名直轄市的市長參選 都市立 2016是朱立倫 2020是韓國瑜 2024是侯友宜 三個都是現任直轄市長 顯然直轄市長 他再怎麼風靡在地方選舉之後 去參選總統都沒有那麼強 魅力都沒了 地方講說你幹嘛要帶直參選 所以盧秀燕講得非常的清楚 這就是我為什麼看好他的原因 因為根本還沒有開票 他前兩天就已經講 即使侯友宜當選 我都不會離開台中 去當行政院長或入閣 因為我是媽媽市長 我要鎖住台中 我一定把我的任期當完 所以任期當完這四個字 將會變得很重要 那蔣萬安 2028任期是不可能當完的 他現在2026還要再選一次 台北市長連任 你不能講說因為他第二任了 但我不能講一定不是蔣萬安 但是 盧秀燕是下一次 國民黨總統候選人的機率就非常高 好